大家好,我是杨洁,来自普兹瑞加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今天我们讨论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收入的确认原则是什么? 根据中国企业所得税税法实施条例第九条规定, 企业因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以权责发生质为原则, 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 不论款项是否收付,均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 不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即使款项已经在当期收付, 均不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 除企业所得税税法及实施条例并有规定外, 企业销售收入的确认是遵循全则发生质原则和实质重于刑事原则。 企业发生的哪些成本可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根据中国企业所得税税法第八条, 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 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 准于在计算因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根据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规定, 税前扣除凭证在管理中遵循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原则。 真实性是指税前扣除凭证反映的经济业务真实, 且支出已经实际发生。 合法性是指税前扣除凭证的形式来源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 关联性是指税前扣除凭证与其反映的支出相关联, 且有证明居民企业应该在何时进行年度汇串清缴? 居民企业所得税因纳税人应当自纳税年度终了之日起五个月内进行汇串清缴, 结清因缴应退企业所得税税款。 纳税人在年度中间发生解散、破产、撤销等终止生产经营情形, 需进行企业所得税清算的。 因在清算前报告主管税务机关, 并自实际经营终止之日起六十天内进行汇串清缴, 结清因缴应退企业所得税税款。 纳税人有其他情形依法终止纳税义务的, 应当自停止生产经营之日起六十天内, 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当期企业所得税汇串清缴。 纳税人应可抗例, 不能在汇串清缴期间办理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 或被其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资料的, 应按照税收申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 申请办理年期纳税申报。 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国内的税收政策, 请随时联系我们, 并关注我们的社交媒体账号。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